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麦玉姐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 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第一共和银行遭当局接管 将由摩根大通收购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金城表示 加州监管单位已关闭第一共和银行 第一共和银行在八个州的84间分行 今天将成为摩根大通银行的分行 重新对外开放 摩根大通银行将承接加州地区性银行 第一共和银行的所有存款与多数资产 4月23号 第一共和银行公布的第一季 储户存款瑞减超过1000亿美元 周一晚风暴进入南加 周二至周四降雨可能性大增 周日晚上一个快速风暴向内陆延伸 周一在文图拉县和洛杉矶县出现小雨 气象局表示 周二至周四沿海和山谷地区的总降雨量 预计为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英寸 山区的总降雨量约为一英寸 在5500英尺以上的山区 预计将会有4到8英寸的积雪 驾车者应注意洪水和危险的路况 5月11日之后 COVID-19测试剂将无法免费获得 拜登政府于2022年1月允许美国家庭 订购免费COVID-19测试套件 当本月美国COVID-19突发公共卫生措施结束时 民众仍可进行冠状病毒检测 但不再是免费 费用将由患者及保险公司分摊 报告指出 近四分之一曾使用政府提供的测试器的民众表示 如果不再免费 他们可能不会进行新冠病毒测试 控含婴儿沙门市军General Mills召回四种金牌面粉 General Mills今天宣布召回2磅5磅10磅带装的 金牌未漂白和漂白面粉 到期日为2024年3月27日和28日 此次召回是因为可能含有婴儿沙门市军 其他类型的金牌面粉不受此次召回的影响 以购买该产品的消费者 可以打给General Mills客服要求退款 中天中望 这里报道